广西农村人的入魂酒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带你去体验一下吧 谢谢谢谢 你看这个甘蔗就是洁洁高深的意思 越刁越好 还有这个发糕 发发发 红糖甜甜蜜蜜 这里就啥都有 大吉大利 顺顺利利 柚子柚子 顾名思义 柚子 来我们上去参观一下楼上吧 楼梯一上来就是个厕所 连厕所都这么大 好羡慕我什么时候能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今年做梦明年就有人 加油 惊人大吉 占地面积应该是150 然后起了三层 一庭四房 这些房间都还是空的 他要等他儿子结婚了再进家具吧 到时候买新的 这个就是主人房比较大 还有一个卫生间 二楼三楼的布局都一样了 这楼梯扶手是广西的统一标配吧 不锈钢 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的 是啊 广西农村的酒席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厨房 这是中午的菜色 这是晚上的菜色 比较丰富 其实一天是吃三顿 早中晚餐都有 附近这些邻居过来帮忙的话 早餐也会一起吃 农村办喜事就是热闹 邻里之间早早的都会过来帮忙 特别喜欢这种淳朴的氛围 俗话说行要好办 住要好林 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真好 干饭了干饭了 老爸 问你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你喜欢这种移动的房子 还是喜欢别墅型的 哪样有哪样的好处 真的 那别墅的豪华一点 这样也要这样的好 怎么好 各有各的看法 哦 地方宽的就起那个别墅 地方小的就起这个 老妈 我问你一个事情 你喜欢这种移动的房子 还是喜欢别墅型的 有东西样就不出来 不然你还想别墅 哈哈哈哈 满满你知道这栋楼花了多少钱吗 四十几万吧 不止我刚才问了一下六十多 可以了 我去哪里挣那么多前妻房子啊 你要看看 各位说 al бесп9 都不开 吧 有啊